人仔的成长日记 2008年底 团团圆圆来到台湾 在台湾掀起一股猫熊热潮 经过四年多的等待 2013年7月6日晚上8点05分 终于盼来了刚出生 仅有183.4公克的粉红尹亚 只见圆圆轻柔地将刚出生的宝宝涌入怀中 尹亚立刻停止了哭叫 尹亚出生后没多久 随即在鼠西部发现了小伤口 动物保姆们开始不眠不休进行人工抚育的工作 喂奶 刺激排便 擦扫 圆圆圆也享有五星级的产后照护 人工喂食及热肤 产后按摩 采奶 在动物保姆细心呵护之下 尹亚健康地成长 伤口也逐渐康复 距离回到妈妈身边的日子越来越靠近了 这一天是尹亚出生后第一次与妈妈见面的日子 圆圆一见到尹亚便立刻向前靠近 尹亚也像是知道妈妈就近在眼前 突然发出哇叫声 圆圆开始发出低雾声 急切地呼唤女儿 在场所有人都很不舍 但心中的大石也放下了一半 尹亚终于迎来了母女重逢的这一天 尹亚终于回到圆圆的怀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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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亚终于回到圣圆的怀抱之下 尹亚健康的成长 尹亚终于回到圆圆的怀抱了 尹亚终于回到圆圆的怀抱 год 尹亚终于回到圆圆的怀抱一下 七十五天大 你要听见了 七十九天大 你要长牙了 九十九天大 你要迈出步伐了 大汤圆搓小汤圆 学妈妈吃主页 2014年1月6日 尼亚即将要与大家见面 一路走来 尼亚在妈妈身边 健康快乐地成长 只要感谢许多猫熊人 在背后默默地支持与付出 请给所有的幕后猫熊人掌声鼓励鼓励 别忘了 2014年动物园建元一百年 还有许多新生动物宝宝 要一起来看我们哦 阿姨一起来看我们哦 不兴随便